A型疫苗在国内的施打意愿之所以不高 就是因为之前在国际上传出了若干的疑虑 不过另一方面国内采购BNT疫苗纷扰不断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被对方已读不回快两个月了 台湾已经是人至意境 这两天如果没有再取得回复 台湾就会宣布弃单 而对此陈时中也进一步解释了 莫德纳疫苗跟BNT疫苗都是MRNA疫苗 两者的安全性还有有效性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而50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其实已经足以供应国内需求 因此如果BNT疫苗最后的到货时间 比莫德纳疫苗还来得晚 台湾可能就无法接受了 台湾原先要向德国BNT购买500万剂的BNT疫苗 苦等两个多月却遭对方已读不回 指挥官陈时中也曝光购买BNT疫苗的截止时间 强调各种考虑对指挥中心来说都很困难 因为早在今年的2月18号德国BNT才发声明表示 疫苗会卖给台湾 但对方却已读不回迟迟没下文 也让陈时中表态如果BNT到货时间比莫德纳疫苗还晚 就会弃单BNT疫苗 只是美国辉瑞药厂才对外公布 辉瑞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人体在注射第二剂疫苗后 半年内能对抗新冠病毒的效力高达9成以上 还强调在抵御南非变种病毒株也有效果 也让国内专家向指挥中心喊话 购买疫苗眼光要放远 我们不管是莫德纳或是BNT 我们最好跟他签个两三年的合约 希望他们今年其实不能提供 明年还是可以提供 机转跟他目前所看起来的效果都是一样 只是好像这个被谈论的比较少 名气比较不足 无论是BNT疫苗还是莫德纳疫苗 陈时中表示两者的保护力和安全性都一样 尽管BNT疫苗采购 今年可能会破局 但未来人会高度注意疫苗的相关科学证据 及时不足需求 记者这么道